中国船用新散获得重大突破 航母也能使用全电推进 性能已达到全球顶尖水平 敬请关注 近日由中国船舶704所研制的船用 20兆瓦气轮发电机组应用获得成功 内经两年时间经受住了110%满负荷运行考验 在近日通过应用审核 20兆瓦级气轮发电机可以被用作大型驱逐舰 两栖攻击舰潜艇和航母的动力 而且是采用全电推进的心脏 据报道 该气轮发电机组在整个试验期间运行平稳 性能超出预期目标 具有体积巧 噪声低和功能限定等优点 特别是在低频段噪声 耸频段噪声 及空气噪声三方面 达到了中国船用气轮发动机组的最优级 20兆瓦级功率是中国现有船用汽车组满功率的数倍 整体性能达到了欧美顶尖水平 气轮发动机是大容量电力系统的核心设备 是支持战舰使用全电技术的关键 证明中国已经掌握了大型船用气轮发电机核心技术 据悉 大型舰船无论是不是采用核动力 都需要用主气轮机和气轮发电机去带动减速带和轮转桨 核动力系统只不过是用核反应堆产生热能 而常规动力需要消耗燃料 因此 蒸汽轮机是现代大型舰船的心脏 而气轮发电机能通过连接蒸汽锅炉的方式 把能量先转化为电力 然后分配给全舰使用 也就是让大型战舰全电化 全电推进的战舰具有动力系统 占用空间小 航程高 更静音等优点 还能为电磁弹射和使用电磁炮提供充足电力 气轮发电机可以大大减少动力舱占用全体的体积 战舰海上自持力就会增加 舰员生活空间也能得到改善 航程高是指全电推进 要比传统机械推进更省油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更静音是提升战舰和潜艇反潜作战能力的关键 20兆瓦级气轮发电机能提供的动力有多强呢 辽宁舰上使用的蒸汽轮机功率为18兆瓦 总共安装了8台 也就是说 用8台20兆瓦级气轮发电机 就可以把辽宁舰改为全电推进 而且还能为电磁弹射提供足够的功率 电磁弹射和电磁阻拦 所需要的功率为60到80兆瓦 075件和076件使用 虽然更不成问题 0555和核潜艇用上全电推进 将变得更为安静 因此 中国研制20兆瓦级发电机组 实际上就是为大型战舰全电推进准备的 0555件在建造8艘后散停 很可能就是在等这种大型发电机组的成熟 054B反潜护卫舰一直没有上马 并定会使用全电推进 估计也在等大型发电机 总体来看 中国船用发电机的技术 已经达到了全球顶尖水平 能满足包括航母 两株舰 驱逐舰 护卫舰和潜艇的全电话需要